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南嘉宇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平常的工作是做翻譯的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呢 我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這樣來談一個純粹哲學的概念 雖然說談這個概念背後呢 會跟我們目前的現實在現實社會中的一些具體的議題有關 那因為平等這個概念呢 其實在我們今天舉的這幾個議題裡面 好比說在性的這個議題想要講是會增加的議題 那這個可能還比較容易接觸到 但是有關於歷史記憶的問題 那可能就比較少人想要從這個角度來談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講者呢 是文化大學哲學系的吳峰衛教授 那請大家先掌聲鼓勵 剛才有幾位自我介紹說是在高中交共鳴或歷史的 吳峰衛教授他本身也是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的理事長 所以呢 在這方面過去之後 我們活動結束之後有時間也可以多交流一下 那我就先把時間交給我們講的吳峰衛教授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嘉瑜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來講這個題目其實有點忐忑 因為我會試圖用比較哲學的概念去說明 平等到底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我們應該要追求平等的價值 但是呢我會試圖用比較平民的語言 大家可以聽得懂語言 然後去探討一些台灣本土的案例 我這邊會談幾個案例 例如說性的問題 例如在台灣這兩年 在探討很多所謂的多元成績 或同性婚姻的問題 以及最近 因為一個可謂的生理性上的男性的警察 因為他續懲罰 而被連續18個申戒 然後甚至免職處分 這是所謂的性的問題上的平等的問題 等下我進去談 然後探討另外一個問題叫分配 所謂分配是在經濟面向上的分配問題 我們知道台灣已經進入一個 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的社會 請把各位 我們此時的時代跟我以前 20年前剛出社會的年代 比較起來 我們的新鮮人所獲得的薪資 已經大幅的衰退 各位應該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會衰退 因為不僅是我們這個 當初的名目上的薪資 過去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期待一個新鮮人得到的 一個合理的薪資可能是2萬6到2萬 我只是當時的幣值 但現在20年已經經過 這麼多的通貨膨脹之後 把年輕人出社會只拿22K 到底因為我們的年輕人 在20年之後變得比較沒有競爭力嗎 顯然不是 那倒是因為我們的經濟規模是縮水的嗎 顯然不是 這20年我們的GDP一直在成長當中 其中只有少數的一年曾經負成長 其實每一年都在成長 那為什麼我們的經濟成長 是這麼封錯的果實之下 年輕人所分配到的卻越來越少 那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個世代必須要處理的平等問題 這是第二個面向 我在探討的是分配的平等 第三個面向我會探討 一般人比較少會把它當作平等議題來探討 就是所謂的集體記憶 就是我們必須承認台灣這個島國裡面 我們的族群都是來自於四面八方 都分享不同的歷史的發展脈絡 所以你可以說你的家族史 你會有不同系落 不同脈絡之下的記憶 就是我是誰 我的祖先從什麼地方來 他們曾經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說什麼樣的母語 其實每一個人都來自不同的來源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部 一直在強推某一種單一的時間 那其實侵犯的是不同族群之間 我們都應該享有自己獨特的集體記憶權 當你今天侵犯 我覺得牽涉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比較平等 所以我試著先從比較抽象的哲學概念 再回來談到台灣具體的脈絡 那我先簡單自我揭露一下 我的哲學非常簡單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但我的自由主義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 跟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不一樣 經濟上的自由主義 崇尚的是市場法則 但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 追求的是 我們應該每個人享有同等的自由權利 但是雖然我們應該要 基本上原則上接受市場制度 可是我們要適度的去重新分配 市場制度之下分配的果實 所以政治自由主義 基本上它是一個堅固自由 跟平等價值的哲學主張 但是呢 兩者還是有優先順序 我簡單的說了 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 自由的價值跟平等價值 雖然都非常重要 但是自由還是稍微重要一點點 但不代表因此平等就不重要 自由不去搭配著平等 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才會穩固 才會長期久安 這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基本想法 所以我今天呢 會談幾個主題 招謊麻煩一下下一頁 我也回答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會先從哲學的概念先去理解 我試著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OK 我希望大家進入一個睡眠模式的狀態 第一個我會探討的是 什麼叫做平等 什麼叫 equality 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麼 我會簡單做個定義 第二個 我會經過說明 如果平等是長這樣的東西的話 為什麼它會有規範性 所謂的規範性就是 我們應該去遵循這個價值 或者我們應該追求這個價值 所以平等對我們有規範性 我簡單理解什麼叫規範性 就是我們有最大的理由 去追求這個價值 我的平等規範性這樣理解 可是不是所有的哲學家都同意 平等這個價值具有規範性 等一下我要進去說明 他們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接著我會去探討 我這種主張平等具有 我的這種平等具有規範性的主張 我把它稱之為政治自由主義 我主要依循的脈絡是一個美國的政治哲學家 John Rose 但是我會是否用比較自己的方式去詮釋他的理論 並不是完全亦不亦去的去遵循他的主張 我是說明這樣的政治自由主義 到底是長始的樣子 然後我會從這個基本原則去論證 為什麼平等是我們該追求的價值 它的規範性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才用這樣的平等的概念 進一步去回到我們本土的發展脈絡 就是為什麼在性的問題上 因為我今天選的主題是隨機性的 剛好是這幾年 台灣在R2 大家在debate的一些重要的議題 我把簡單的畫 花園的三個議題 就是性分配以及以及這三個議題 好 那我先簡單的談 那到底什麼叫平等 你找我下一張這些 平等我試著用一種賽跑的概念來解解 所以會有一個出發點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終點 其實平等的概念是很難去定義 因為它掺雜了很多複雜的概念在裡面 那我試著用賽跑的概念去理解 什麼叫平等 如果今天我們是在我們的社會 假設是一群人 我們共同要進行某一場賽跑 那我們會關心的是很多不同面向的平等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是不是平等 也是所謂一般人常說的立足點的平等 那我們在憲法是要保障很多人立足點的平等 例如說我們都有同樣的投票權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什麼階級 什麼宗教什麼種族 在重大的投票上 你都有一人一票的決定權 所以這是一個立足點的平等 所以簡單來說 就算郭台銘的財產是我的幾萬倍 但是他的票跟我們一樣都是一人一張 沒有任何的差異 我們的立足點是同樣的 或者我們今天在不同的種族 宗教然後性格上一律平等 這是用立足點的平等 可是這個立足點的平等 還不足夠確保我們在這個政治共同底下 生活的豬面向的平等 所以當我們今天開始競賽 開始奔跑的時候 我們會顧慮到在競賽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依循同樣的規則 這個程序我們是確保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 去盡量的運用自己的優勢來競爭 所以這個概念叫做機會平等的概念 所以我第一個 從出發點來叫立足點的平等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基本人權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沒有人比較多沒有人比較少 第二個平等概念是我們的機會平等 可是機會平等也確保我們今天 每個人都有盡如人意的生活條件 因為我們不可否認的是 就算有一個公平的優勢規則之下 確實有些不幸的人 運氣比較差的人 他註定成為既有制度之下的輸家 可是我們不能放任這樣 制度下的輸家 每個人就流離失所 每個人就身無丈無 然後無力追之地 我們不能夠允許這樣的狀態發生 所以我們確保 跑到每個人盡力的奔跑之後 在那個終點站 每個人會有大致上 起碼的平等的照顧 這是一種終局的平等 就是一般我們談的 財富成分配上的概念 就是確保 你今天在市場的競爭邏輯之下 你是一個輸家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 確保弱勢的人 有最起碼的生活照顧 這是一種終局上的平等 但平等是一種非常抽象的理念 它很難具體去衡量 它不是一個數學公式 例如說你要得幾分 得幾分 它叫平等 所以基本上 我們比較傾向於 用不平等的角度去思考 什麼叫平等 所以當你今天面對有一個人 跟你在起跑點上 他作弊 例如說他今天閒著銀湯匙或金湯匙出身的時候 他擁有比較多的競爭優勢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立足點是不平等 所以我們希望 例如說在政治的競賽裡面 我們起碼要推動的是 任何進入政治場域的人 他出發點要平等 所以原則上 政黨不應該有任何的財產 或者是不能應該經營任何的事業 這是一個出發點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今天這個政黨 一開門就有幾百億的財產 另外一政黨一開門 還付債好幾千萬 他不可能有一個不公平的 一個民主的競爭的條件 所以我們思考 那是出發點 所以我們從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思考 這是立足點不平等 所以是在競爭的過程當中 我們應該對所謂的選舉經費 應該有上限的限制 請同學我用政治的選舉的語言 來做一個比喻 在你競選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有所謂的選舉經費的上限 根據台灣是有上限 是有上限 因為要確保在競賽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都用同樣的 就是有同樣的機會進行競逐 而不是因為你有更多的經費 所以你有比別人更多的競爭優勢 所以我們思考的是 機會是平等 然後這個終局的部分 我們去思考 為什麼台灣的所得差距這麼的大 平常思考的就是 為什麼所得分配的平等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從現狀中的不平等 才進一步思考 這樣子OK嗎?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狀態嗎? 所以我們通常在日常生活 我們是從比較負面的角度 幫助我們理解到底平等是什麼 那如果平等是這樣的東西 麻煩一下下一章 平等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價值 歷代不同的政治哲學家 基本上會側重不同的平等價值 有的人覺得 我們只要確保機會平等就好 有人覺得我們要確保立足點平等 有人覺得我們要確保中局的平等 那最終分配的條件 分配的結果應該是相差無止的 所以會有不同的政治哲學的觀點 但基本上我們都相信 我們今天如果共同活在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應該是要完成一些偉大的 共同價值才對 基本上我們會簡單地化約 我們今天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 我們會追求兩個最基本的價值 第一個是自由 因為我們只有集體活在一個 共同的規範保障的社會裡面 我們才能夠最大化我們的自由的可能性 當然很多人會去argue說 為什麼一定要活在政治共同體裡面 我活在自然狀態不是很好嗎 但各位只要仔細思考一下 在自然狀態或者是一個不政府狀態之下 沒有任何的公權力跟規範的約束 其實每個人的自由長不一樣 你可以想像一個越有權力 越有力量的人 他一定想要更大的自由 在一個不政府狀態之下 他一定想要有比你更高的自由 所以事實上只有活在一個 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 或政治框架之下 我們才能夠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最大幅度的自由 所以為什麼要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 或者台灣為什麼要成為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只有活在一個政治體制裡面 我們才能夠確保自由價值的實現 第二個 我們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下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是 我們可以確保每個人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平等的生活狀況 所以自由跟平等長期以來都是政治哲學家在探討 為什麼我們要形成一個國家 為什麼要進入政治共同體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要嘛是為了自由 要嘛是為了平等 因此在近代的這幾百年來政治哲學會出現 這兩種價值之間的一種辯論 這辯論很簡單就是優先順序的辯論 到底誰先誰後 誰先誰後 認為自由的價值比較重要的人 平等比較次之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的右派 比較右派 今天左派的人認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理解 在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者 都認為說自由最重要 所以一切都是由依據市場規則運作就可以了 國家不應該干預 國家也不應該去規範所謂分配的結果 也不要什麼財富總分配 一切都交給市場 其實自由競爭就可以了 這種觀點就是把自由的價值 完全凌駕在平等的價值之上 或者你先往光譜的左邊游走 你跑到最左邊到平等的價值 你先把平等的價值發揮到最極致 就是你追求的是所有的終局的平等 每個人最終的狀態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今天只能夠吃你 你就不能夠多吃一塊肉 每個人應該有差不多的一種生活條件跟生活狀態 那很有趣的是這兩個價值 如果你把它拉到最極端的時候 它會產生衝突 因為完全平等的狀態之下 你一定不會有政府的自由 同樣的如果是完全自由的狀態之下 理論上我們無法存在平等 因為每個人會因為這個運氣天賦 這個機會等等 會有不同的分配狀況 所以把這個光譜往兩極這樣子 推過去的時候 會產生衝突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說 在近代這幾百年的政治哲學 基本上就是在辯證 到底自由跟平等 哪一種價值最優先 所以如果在座各位你們是左派的話 你應該會很清楚你的價值排序 就是平等更重要 比自由更重要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政治的自由主義者 自由比較重要 雖然平等很重要 但是自由稍微優先平等 那你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如果不是的話 你應該接近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是簡單的一個分配方式 可是這兩個價值也不能夠完全獨立存在 我們還需要第三個價值 麻煩下一張 謝謝 OK好抱歉 下一個價值 等一下再進步講 下一個價值就是有愛的概念 有愛的概念 就是我們今天不只要自由平等 也必須要有愛 基本上這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 自由平等 只是通常我們都翻譯成國愛 Paternity 也沒有翻成國愛 但是我比較親善於黨 翻成友愛 朋友之間的友愛 因為真正法國大革命所講的 Paternity 的概念是指 我們身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 我們應該把彼此當兄弟姐妹一樣看待 所以我們會去照顧彼此 我們會尊重遊戲規則 所以就算我們追求自由的價值 可是我們會遵循遊戲規則 然後我們追求平等的價值 因為我們把彼此當兄弟姐妹 我們覺得我們起碼的 照顧他人的福祉的義務 所以必須要有第三個價值 叫有愛的概念 那為什麼會翻譯成國愛呢 因為國愛的國愛的概念 會讓人家跟基督教的宗教精神 完全混在一起 雖然是有很多雷途的地方 但是我們指的國愛不是 一般指的國愛是指 超越國界的一種幫助他人的義務 這叫國愛 所以假設你這個台灣人 你覺得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動盪 你有非常高的義務要去幫助他們 那你恭喜你你有國愛的精神 可是我們在政治哲學裡面講的 Paternity 指的是 我對於我這個社會共同 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 我應該有一種有愛的義務 所以有愛都可以把它當作是 一種政治共同體的年酌劑 沒有這個年酌劑 我們好像就是一群散沙 一大堆原子 我們無法有機的結合成一個國家 所以基本上會有這三個基本價值 來支撐我們當代的不同的政治理論 那我們接著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平等是這樣的東西 無論我講的立足點的平等 機會平等或者終局的平等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規範性的概念 也就是它一種價值的要求 我們應該每個人想有同樣的立足點 同樣的機會 每個人應當想有 終局上差異不太大的生活條件 那這樣的概念是一個規範概念 可是問題是真的有規範性嗎 我剛才講的我指的規範性是 我們應該有最大理由去追求這樣的價值 這叫規範性 因為一般的規範性只能省啊 例如說一個黑幫老大 他拿槍抵著臉頭說 你應該把錢給我 雖然它是有規範性的理由 可是這不是我要講的規範性 因為你並沒有真正的理由去 最大的理由去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講的規範性 你有最大的理由去做這些事情 那可是歷來了很多的哲學家 會去挑戰這一點 真的平等是有規範性的價值嗎 起碼有幾個哲學家反對 因為大多數人會遵循一般人的意見 直覺上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會只有平等啊 因為從小到大學的東西是這一套 所以我們朗朗效果 自由平等 可是平等真的有規範性嗎 我們必須要從哲學的後設角度去理解 所以請同學我說一下哲學的基本概念 第一個我要談的 反對我們有平等的規範性的哲學家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尼采 尼采認為平等做一種價值 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價值 其他挑戰的是平等的designability 也就是平等是可遇的 所謂可遇就是我們覺得是好東西 平等是好東西我們該去追求它 這代表平等是可遇的 可是尼采不覺得平等是好東西 他覺得平等基本上 背後有一種相互比較的怒恨 或什麼英文講resentment 這種嫉妒心作罪 平等的本質是一種比較的概念 平等是一個比較的概念 所以當我今天擁有的東西跟你不一樣多的時候 我就會挑戰說這不平等 平等的本質是挑戰的 就是比較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活在荒島上 你不會有平等的概念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平等一定是一個比較的概念 所以平等本質上就是一種嫉妒的概念 就是你憑什麼擁有比我多 我會去挑戰你 我說這是不平等的 平等的本質是一種嫉妒心 那尼采說這種嫉妒心的本質是惡性 為什麼是惡性 他說真正的一個 他認為一個真正公平的世界 請注意我講公平跟平等是不一樣的概念 公平的世界是什麼 你越有本事應該得到更多東西才對 所以越有能力的應該得到更多的power 更多的權力 這才是尼采所謂的公平 所以當今天我們為什麼會這麼比較情願 因為他說這是經過把公平轉換成平等 是一種奴隸道德造反的結果 因為主人擁有更多的權力 比我們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 從奴隸的角度 我們覺得為什麼他可以獲得那麼多 你會有很多的渡恨的心情 所以當今天這一群奴隸 他們的造反成功之後 他們就把平等的概念 把公平的概念把它置換過來 以平等為所謂的正義的概念 而把過去那種公平 就是你有多少實力 就應該擁有多少資源的公平觀把它置換過來 變成一個平等的價值觀 你才認為這是一種 一種奴隸情 一種比較的情願 它是一種反動的情感 他說為什麼是一種反動的情感 因為這種出發點的目標 目標不是說我應該創造什麼價值 它是反動的 因為我只是把別人拉下來的 它是這種反動的心態 一種非常卑劣的反動心態 所以你才說平等它是什麼歸半性 這種東西沒有任何可遇性 這是第一個理由 平等不是一個可遇的價值 第二個我要談的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當代20世紀很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這個Rabinozik Rabinozik以他捍衛的一種獨特主張文明律師 這種主張放任式的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放任式的自由主義 為什麼叫放任呢 各位我們剛剛有看到自由跟平等的光譜 當你把自由的光譜走到極限 這是放任式的自由主義 這是我完全追求自由的價值 一切交給市場自治的決定 國家不應該干預 公眾力量不應該介入 完全交的是自由自治的決定 他這種主張叫做放任式的自由主義 這個Rabinozik的觀點很簡單 他說古往經來很多的政治哲學家 不斷地說平等非常重要 我們要追求平等 我們有平等的利物 但是Rabinozik的觀點很有趣 他說平等到底有什麼價值 他說它其實沒有任何的內在價值 什麼叫內在價值 這是很哲學性的字 這個東西本身存在就是有價值 叫內在價值 那Nozik是自由這樣的東西 就有內在價值 自由就是好東西 不需要任何條件輔助 自由就是好東西 可是平等它本身不一定是好東西 它本身只有衍生性的價值 所以他很清楚地說 我們應該追求的 應該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他說平等 他的概念其實跟尼采爾很接近 平等的本質就是拉起別人的競爭優勢 我今天看著強者的競爭優勢 硬把它拉下來 他覺得這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 所以他同樣也反對 平等是一種可遇的概念 他覺得我們應該追求自由 他說平等真的要達到的是什麼目標呢 就是每個人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天賦 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他說如果你要追求這樣的狀態 你應該是讓每個人都有自由去發揮 而不是把每個人都限縮在同樣的標準之下去計算 讓每個人都有自由去追尋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認為自由真正具有首要的價值 平等是非常次要的 甚至沒有加以論證的一種價值 這是第二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 也是另外當代 前面兩個當代已經過世了 這幾個還活得好好的 他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 有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教授 叫Harry Bradford 法蘭克福 Frankford Frankford 他也提供一個很有趣的觀念 他也是很明確地說 平等 不是不具備規範性的一個哲學學家 然後他說 為什麼平等沒有規範性呢 因為平等不是一個好理由 因為你今天如果用平等 來規範我們種種的社會政策 他不可免地會傷害我們的自由 當你今天追求平等的時候 當然會傷害自由 他認為自由是比較首要的價值觀 所以他認為我們不應該追求 應該把平等當成一個首要的價值觀 甚至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可以 這是Harry Bradford的主張 應該追求自由的體制 好 麻煩下一張 這個圖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三個哲學家其實都在挑戰平等的規範性 因此做一個哲學家 我們必須要從一個更後設的角度 我們要去證明 所以我們今天主張平等不代表 平等是不正自明的 我們必須要花點力去證明它 為什麼它是有價值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試著用政治自由主義的方式去說明 為什麼平等是有規範性 而且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價值 儘管我同意自由是首要的價值 但是平等也必須要搭配在一起 我那個理由很簡單 我簡單的說我答案好 我剛剛一部分講的就是這個三角形的概念 一個政治共同體如果要非常永健 非常永續的存在下去 而且存在一個良好的秩序的話 它必須要兼顧這三個價值 其中第一個首要的價值是自由 為什麼呢 因為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裡面 我們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追求自由 否則我們就活在一個自然狀態下就好 可是如果我們要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裡面 光是自由還不足夠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同時確保 我們這一群政治共同體的成員 有大致差異不大的生活處境跟條件的話 我們這個政治共同體很容易產生奔崩離析的衝突 很簡單 所以會看到隨著經濟的不平等逐漸拉大 各個國家的內政產生很多的衝突 當然目前台灣的頻率差距已經拉大 可是還在一個勉強可以接受的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預測 如果這樣不平等持續的拉大 甚至成為世襲的一種階級差異的話 那我們可以設想未來台灣 一定會深入非常大的政治周分 所以如果沒有確保每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的 一個相近的差距不大的生活條件的話 一個自由的體制也不可能維持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平等 平等它可以確保我們都可以願意活在這個政治共同體制下 或者不保革命就好 就會等活離析 而這兩個價值還必須要 我剛剛講的第三個價值就是有案 我們必須肯定在這個政治社群裡面 我們對於當然都有最起碼的利他的義務 這個最起碼的利他的義務是什麼 我所謂的利他就是我們不只是追求自利 或者極大化自己的好處 我們也有時候要追求 我們的追求自利的過程也要同時確保 我們有替別人做起碼的設想 這叫做起碼的利他 例如說我們應該要遵取共同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今天在利我是一個企業家 我必須要起碼的社會責任 我的企業的經營不能夠 專我們現有的法律的漏洞 因為所有的制度不管再怎麼整理一定會有漏洞 一定有look hold 你今天很聰明的企業 絕對可以找到很多專漏洞的機會 例如說你可以設一個海外的公司 幫助你逃漏稅 這是合法 很多企業會跟你說合法 因為很小人不這麼做 在台灣的有錢基本上在國外都會開公司 因為他可以合法地逃漏稅 這是合法 可是它違背了我們這個政治共同體 存在的基本的信念就是 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我們應該都要很誠實地去遵循他們基本的要求 我們應該納稅 我們應該付總統的依賴 而不應該盡量去專漏洞 因為如果你今天不貢獻 你因為這個國家提供很好的基礎建設 提供很好的基礎建設 所以有源源不絕的很便宜很廉價的新鮮的甘 公領的公司去剝削 你不可能會成為 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利潤 所以你對於這個政治共同體是有義務的 你不應該把你盈利的所得 完全就搬到國外去逃漏稅 你應該回饋到這個政治共同體 因為你取之於這個政治共同體 你不需要回饋到這個政治共同體 所以很簡單 這種最起碼的利他義務就是 那我不能夠去剝削 或者去鑽這個法律的漏洞 我要遵循公平的遊戲規則 那此外 這是從自由的角度面向 有愛會要求我們應該要遵循 市場機制的自由的規則 那從平等的面向 有愛會要求我們 對於受苦受難的同胞 你應該要起碼的幫助他的義務 所以我們應該要追求一個 起碼要有某種程度社會福利的狀態 這個社會福利當然是很龐大的range 這個光譜是很大的 你可以說我今天所有的失業的 我每個月給他三萬元 這是有社會福利 你也可以說我只給這個 這個 這個 在貧窮線以下的 你就起碼照合 有利益給健保費的減免 它是個range 但起碼我們都同意 我們應該要幫助 這個社會上不信陷於弱勢狀態的人 所以有愛可以確保 我們這樣追求平等的價值 也確保我們現在追求自由的過程 我們會遵循遊戲規則 那這個概念呢 John Rose他曾經說了 這就是duty of civility 一種合宜的義務 或是文竿遵循這樣的事情 跟他去剝削 既有的遊戲規則 所以有愛在這其中 在辦一個非常重要的 年卓紀的假設 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假設 如果沒有這個情感 在後面支撐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自由跟平等 到底如何撐起這個 政治共同群的統一性 或者統一性 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共同群 這是我基本的一個論述 可是我這樣的觀點 基本上就以一種迂迴的方式來說 你為什麼應該追求平等 我的說明方式就是 你為了要追求一個永續的政治共同群 所以我們必須要追求一個 擁護或者追求平等價值的政治社群 因此我是從迂迴的方式來說 為什麼平等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為什麼還有規範性 所以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說明方式 自由很重要沒錯 那它不能單獨存在 必須要平等 必須要有安 否則一個自由的政治共同群 也不可能存在 這是很簡單的理由 這個比較迂迴的方式去證成 為什麼我們該追求平等 而這個概念基本上是跟John Rose 這個當代美國 或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哲學之一 哈佛大學的教授的觀點是非常類似的 那羅爾斯在1971年出版 他最有名的政治哲學著作 叫The Theory of Justice 所謂的正義論 在正義論裡面 羅爾斯基本上他就在問述這樣的概念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主義主義 我問問自由是最優先的價值 可是我們同時要確保平等 同時也要確保友愛 這是我所謂的政治自由主義的觀點 可能一般我們比較熟悉的 所謂的這個新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 這種經濟上的自由主義非常不一樣 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不談這些問題 它只談市場的遊戲規則的自由化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 政治自由主義非常不一樣 所以以後各位不要覺得自由主義是個章字 因為我每次跟人家自我揭露說 我是個自由主義者 這是個章字 怎麼會有人說這是自由主義者 你是右派 這是個章字 但是它不是個章字 它是一個理論基礎非常紮實的一種政治哲學主張 而它的運用在我們現實社會中的結果 其實可以跟很多的左派 或者中間偏左的立場 其實可以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因為它同時就兼顧了平等的價值 這個東西不能夠丟掉 好 那我簡單談一下 那John Rose怎麼去看待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自由平等有愛的社會 John Rose他的哲學 基本上各位可以把它當作規範理論 所謂的規範理論就是 他認為有一個理想中的社會的樣態 我們應當朝向那個理想的狀態邁進 這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規範理論 Nobatic theory 的意思 他心目中的規範理論 他說我們的社會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他用一個非常自己專有的字眼 叫做良緒社會 他用一個叫Well-ordered society 一個良緒社會 就是我們應該要追求一個 什麼叫良緒社會呢 就是這個社會 有一個大家共同信守的正義原則 這個社會才不會分封離析 我們需要正義的原則 我們如果每個人都同意大致上相同的正義原則 而且依據這個正義原則 來建構我們的社會的種種不同的基本結構的話 這是一個良緒的社會 它是既正義 而且又永續發展的社會 因為它具備政治肯定度 簡單用它的資源來形容 那我接著來說明一下 他如果去推論說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追求這樣的社會 那John Ross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他說我們要追求一個正義的社會 他心目中的良緒社會是一個正義的社會 我們該怎麼去設計它呢 難道我們要一群人坐下來開會討論嗎 他說這樣不夠 如果我們一群人坐下來討論的話 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無法擺脫我們既有的階級性別 種種身份上的利益 例如如果現在跟郭台銘坐下來討論 什麼叫合理的分配方式 他一定會傾向於一個對資本家比較有利的立場 而如果是我的話 我倒會選擇一個比較有利於所謂普羅大眾的分配方式 所以我們彼此不可能形成任何的共識 因此他做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很多人一開始都聽不懂他在搞什麼 他的設計很簡單就是 我們不能從現實的狀況出發 我們要假想 所以我們要提供一個假設的狀態 我們要假想 假設我們要成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一個正義的社會的話 那個社會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是一個假想 一個假設一個假設的狀況 所以很簡單 舉例 如果我們這一群人 要共同形成一個正義的社會的話 那羅爾是不是要求 那請大家仔細的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要形成一個理想的社會 而且它是正義的社會 是在樓上的那個社會的話 各位覺得他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那他認為說那該怎麼做呢 我們如何假想出一個理想的社會呢 他說我們應該要盡量的剝除 或去除掉我們既有的偏見 我們對自己競爭優勢的理解 所以國台人不能夠知道自己很有錢 OK 那這個 你這個有智慧的人不能知道自己很聰明 所以否則他會設計的社會 就是對於有智慧的人 是更有競爭優勢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們應該盡量把自己所有的特徵 我們全都遺忘掉 都擱置起來 所以以至於呢 我們這些地下室的人呢 我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東西呢 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錢沒錢 我們知道自己是男人女人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自己是樂觀還是悲觀的性格的人 我們就完全只是一個空蕩蕩的 就是一個簡單的比例 好像這個空蕩蕩的靈魂 我們只會做基本的理性思考而已 而我們在這樣理性的出發點之下呢 我們快去思考 那個社會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們才能夠盡量的中立 而不會有任何完全是替自己的優勢 量身定做的競爭條件 所以那個社會應該長那個樣子 那以洛爾斯的專有術語 這樣的設計 就是我們這樣的地下室 我們這群人完全撥除掉 我們自己是誰的所有認識 完全撥除掉 結果他把這個叫原初狀態 Original Position 我們退回到這個起點 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不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 你到上面的社會之後 你好像一群空蕩蕩的靈魂 會投胎到上面的社會 你會因為不同的運氣 你可能會成為不同的人 那我們這群人這樣的原初狀態 好像面前有一塊大布幕遮蔽者 就像我們這人具有一個布幕 你遮住我們 你不知道上面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不知道上面那個狀況 你可能布幕一打開 你會投胎變成什麼人 你可能變成男人 你可能變成女人 你可能變成有錢人 你可能變成穷人 你可能變成一個非常強壯的人 你可能變成非常 體力比較衰弱的人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才能真正無私的 不是無私的 真正的理性的去思考 一個正義的社會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這是Jean Rose的設計方式 有一塊布幕遮住我們 他把這句叫無知之目 這無知是Ignarance 這個無知其實 原因不是說 大家很愚笨的不知 應該說我沒有資訊 Ignarance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狀況 我沒有資訊 所以這個布幕遮住我們 你就不知道 那個社會會長什麼樣子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才會真正理性去思考 一個正義的社會 應該要遵循什麼樣的 基本原則 所以各位如果都了解我 現在目前所講的基本設計 那我們就開始思考 那個理想的社會 從兩個層面去理解它 第一個從政治跟法律的層面上去理解它 它的政治跟法律的結構應該長什麼樣 它的制度應該長什麼樣 例如說憲法制度是誰 我們的政治跟制度是誰 政治與法律的基本結構 那如果是說 從政治跟法律的基本結構來思考 我們會希望那個社會 怎麼樣才安排是比較正義的呢 如果是說 在政治跟法律上說 我們會希望 理性的人都會傾向於希望 我們每個人在自由權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有同樣的自由權 換言之 在那個理想的社會裡面 不會有主人跟奴隸的區別 如果每個人的自由不一樣的話 就代表人是人上人 有人是人下人 甚至人為奴隸的狀況 而一個理性的狀況 一個理性的人在思考的是 他一定會希望 那個社會應該是 每個人的自由都是相等的 否則就會有階級差異 或者階級是政治 權力上的階級差異 變成世襲的盟隸制度 好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選擇呢 因為 幕幕一打開 你可能不小心你發現 你應該投開去變成什麼東西 變成奴隸 如果你追求說 我們應該要主人跟奴隸的區隔 那你打開這個幕幕 你可能成為奴隸 你也可能成為主人 可是一個理性的人 一個基本的特性就是什麼 就是保守 會迴避風險 他會計算風險 一個理性的人會計算風險 所以如果我今天打開幕幕 我發現那個時候 原來我是個奴隸 這個風險實在太大 這樣投資不耗損 我應該選擇 那每個人應該條件差不多 所以呢 這個幕幕打開 現在我在政治跟法律的地位上 跟他人不會有太多差異 這是最理性的一種抉擇 根據彪洛斯的理解 理性的人會選擇 每個人在權力上 基本上差不了太多 自由權力上差不了 基本上是相等 OK 如果各位同意這樣的第一種 第一種基本結構的設計的話 就出現他所謂的 這個第一個原則 用他的語言 他說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權力 要求一個最廣泛 比其他人的自由 相同的同等的基本權利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這個社會是自由的 所以我們希望 最大幅度的自由 可是呢 這個最大幅度的自由 都跟彼此的自由 是相同的 不會因為我的自由 無限擴張 所以我凌駕在他人之上 所以每個人的自由都差不多 而且最大幅度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 是自由的社會 所以 這個根據彪洛斯來講 這個叫做 同等自由原則 我們會用一個理想的 正義的社會 應該能夠遵循正義的第一個原則 每個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權 這是第一個原則 好 那接著我們看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是另外一個社會的層面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不可能只有政治跟法律的基本結構 我們還需要經濟跟社會面向 經濟面向 比如說 我們如何分配經濟果實 我們如何進行經濟生活 社會面向是我們的家庭生活 跟人際之間的互動 它都是一種基本結構 所以家庭是一種制度 它是一種基本結構 然後我們的市場也是一種基本結構 它是經濟的基本結構 那在這些基本結構的面向上 羅爾斯認為說 我們這群理性的決策者 我們會怎麼去構思 下面那個理想的社會呢 我們會確保說 第一個原則我們去確立一下 我們希望這時候 在政治法律面下是每個人都同樣自由 可是如果每個人只有同樣的自由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只有這個原則存在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光譜 如果一個只有自由權的社會 雖然每個人起跑點一模一樣 可是在現實的條件之下 每個人競爭的優勢極不一樣 你可以預測終局的結果 每個人擁有的所得一定是差距非常大 就算我們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競爭的優勢不一定是致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測 最終結果一定的落差非常大 甚至中間呢 有人會覺得他有自由的 濫用他的競爭優勢 然後自由的設立 排除其他競爭的障礙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出現 如果是認為說我們在經濟競爭上 我們雖然在增長 允許每個人都同樣的自由 可是呢 在競爭的過程 希望確保要有機會平等 要有機會平等的狀況 所以他要設想 第二個原則呢 這個第二個原則 兩個次原則 第一個次原則 叫做機會平等的原則 我們希望在自由競爭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我們有同樣的機會去參與競爭 舉例來講 在現實生活當中 最明顯的機會平等原則的應用是什麼 我們在進行國家考試的時候 原則上 我們不應該設立任何性別的門檻 否則他就排除掉另外一個性別參與的可能性 所以舉例來講 在二十幾年前我唸大學的時候 我是唸政治系 很多人畢業要考什麼 要考國安局 當情報員 國安局那時候考試的條件要求 一定要男性才可以考 這很明顯就排除女性參與競爭的機會 或者假設今天我們在總統 副總統選舉辦理法裡面規定說 只有男性可以選總統 那很明顯就違反了機會平等原則 因為我們在無知之目之下 我們不知道我們投胎會變成男人女人 或者其他的性別認同的人 所以我們不會 我們同樣的這個風險會變成 那個被歧視的弱勢 所以我們會設想 那個正義的社會應該會確保 不同的人在競爭職位上 應該擁有同樣的機會平等的可能性 尤其在重要的公開職位上 例如總統 國安局這種國家機構的競爭上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參加 你不應該設任何的限制 所以他因此正成了所謂的機會平等原則 那接著呢 今天我們從出發點 明確保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 你可以盡量的奔跑 而且在賽跑的或者競爭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 進行的衝刺 沒有人可以隨意的設限來排除他人 可是我們還是無法避免 一定有人在公平的競爭制度之下 一定也會成為制度的輸家 這是不可能避免的 因為很多人運氣真的很不好 這個不是歸屬於自己的錯誤 而是他先天的條件 或者他偶然所處的社會條件 造成他的弱勢 而我們不應該 一個人不應該為他無法控制的條件 或結果負責任 所以我們在社會 應該有起碼的利他的義務 就是我們應該要對那些最弱勢的人 做最起碼的照顧 所以這就是John Rose講的 第二個次原則就是所謂的差異原則 那為什麼叫差異原則呢 差異原則就是看到 每個人的不同的處境 這個差異就是我們對不同處境的 要差別對待 可是我們差別對待指的 兩種不同意思 我們一般日常生活在抱怨說 一個人有特權 我們在抱怨某種的差別對待 因為我們對某種優勢的人 還特別補貼他 讓他有更有競爭優勢 這叫特權 自然道德上是不可以允許的 可是我們如果特別照顧弱勢的人 這種差別對待不是歧視 這反而是道德上可以正當化的 那為什麼可以正當化呢 這個John Rose總要回到所謂的 這個無知之目之後 我們設想 我們如果把這個部分 幫他開來 我們走到樓上 我們發現我們投胎 變成一個弱勢的人 那這個風險太高了 OK 我們會選擇一個社會 就是起碼最弱勢的人 有最起碼的照顧 這個照顧不像歐洲 其實這種原則 它所正誠的 不是像歐洲的福利社會 不會讓一個人在一個社會說 我沒有錢可以受基本教育 或者我沒有錢可以吃飯 我們只要基本的照顧就好 基本的照顧 這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 所以羅爾斯呢 就從這樣的一種思想實驗 一種假想的狀況去論證 我們如果在這個理性的抉擇之下 我們會選擇一個那個社會 它的正義原則就是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 第一個同等自由原則 第二個原則呢 有兩個次原則 機會平等原則 以及這個差異原則 而這三個 這個大原則跟兩個次原則之間 是有優先順序的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優先順序 最重要的是自由 其次的是機會平等 第三個呢 是我們一般所講的經濟平等的概念 我們要照顧弱勢的 弱勢的階層 因此呢 其實這三個原則 如果是講得很清楚 其他分別體現的是什麼 第一個原則 體現的是自由的價值 機會平等原則呢 體現的是平等的價值 差異原則呢 體現的是平等 以及有愛的價值 所以 我們 在一個追求理想的政治社會的過程當中 自由、平等、有愛這三個價值 但是缺一不可 但是還是有優先順序 自由最優先 在談平等 然後搭配有愛的概念 因此我們是用這種比較迂迴的方式去談 為什麼我們應該追求平等的社會 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版本的正常方式 跟一個左派或社會主義的正常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我簡單地說明這些平等的規範性的思考 接著我想要進一步談 剛才講的是在西方愛若之下的政治哲學的思考 可是我們今天如何回到台灣自己本土的議題去討論 這是我已經不關心的 也是我目前還在發展當中的研究計畫 就是在這些議題上 我如何用一種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去正行這些議題 第一個我想跟各位談的是 其實很多這些議題可能在座各位朋友應該比我還熟悉 所以我只能先簡單地說我粗略的想法 等一下也歡迎各位提供你們自己更專業的見解 歡迎各位提供我一些意見 那我先談第一個議題 就是回到台灣自己很關心的就是sexuality 性的問題上 在台灣目前最重要的性的問題上就是 同志平權的問題 或者多元性別的平權問題 在我們的法律的東方戰當中 最常見的就是同性婚姻 已經是核限了 所以應該說美國的任何阻礙同性婚姻的法律是違憲的 在美國目前的狀態是這樣 所以同性婚姻是核法是核限的 那因此很多人就很受服務 我們台灣應該要追隨這些歐美國家 所以很多人很認真想要推動同性婚姻的一個合法化 或者是被我們民法所承認 這是目前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那你從一個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 怎麼去贈成這樣的一個目標 基本上我把它當作是一種平等權的問題 那這個平等權 其實我跟很多不同學者有很多的辯論 他們覺得這種平等權呢 是在比較次一等的平等權 就是所謂的 他們覺得這種婚姻締結的這種 在法律上被承認的基本 他們不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自由權 因為很多人說這不是基本自由權 因為它只是某種的家庭生活的一種形態 它並不是我們憲法所保障的基本的自由權利 但是我比較不同的理解 我試圖用這種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解 我認為我們在民法上不給同性之間結婚的機會 它其實會影響到 我覺得它違反的是 John Rose所主張的爭議的第一個原則 因為這是同等自由的原則 所以對於John Rose來講 這是更嚴重的一種侵害 但很多學者其實意見跟我們都一樣 我的觀點是 它侵害的是我們的自由權利 為什麼呢 它是用迂迴的方式去侵害 因為John Rose講的第一個原則 他說寶藏指的是 我們在政治上和基本結構上的同等權利 那可是我們並沒有婚姻締結權這樣一個概念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它 我基本上把我比較迂迴的方式去理解它 就是我認為今天如果我們無法 合法化同性婚姻的話 它的長遠的結果會影響到人民的政治自由 為什麼會影響到我們的政治自由 這是比較迂迴的一個論眾方式 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 當今天這個社會 對於同性婚姻不認可的時候 其實你的政治跟共同體 並沒有正面的recognize 或者是肯認不同性別的人 它的地位 所以當我們今天不同性別認同的人 在政治社會上沒有得到 同樣的肯認的可能性之後 你身為一個弱勢的性別認同的人 你會處在一種被歧視 不被肯認的屈辱的狀態 而這種屈辱的狀態 它會間接的影響到在政治領域上的競爭的可能性 舉例來講 你在台灣社會很簡單 如果今天有一個政治任務 他要進出大位 他如果公開宣稱我是個gay人 或我是個lesby人 在台灣等於宣判政治時期 因為我們整體的社會 根本就不認為 連同性婚姻的權利 這樣的機會都沒有 都不被這個社會制度肯認 就是這樣的身份 它會影響到這一群性別弱勢的人 在公共領域公開的 以我自己的身份去發言的可能性 對我來講 它長期而言 會產生一種 剝奪政治參與的機會 除非我們這次會 對於所有的性別 以及他們地級的婚姻 我們都採取肯認的態度 否則我覺得我們在政治場面上歧視 性別弱勢的人的現象 是不可能消除掉的 所以我是用比較迂迴的方式去論證 為什麼我有理由要追求一個 任何同性婚姻的政治基本結構 因為要確保不同性別認同的人 而且是一個有意義的 性別認同的選擇 然後他能夠以一個平起平坐的公民的身份 那種驕傲的在公共領域裡面存在 這是我的基本的觀念 所以我是用這種政治自由主義的方法去論證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追求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不是平等權利 但這個平等是從政治自由原則 角度去推論出來的 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 所以我想要說明這樣的政治自由主義 其實可以回答很多議題 第二個我要探討的是 幹嘛這幾天啊 在發生的事情就是 一個生物性別上的男性警察 當然他自我宣稱 他的性別認同是中性的 所以我們要區分這兩個概念 叫Sex Sex是你的生物性別 Gender是你的社會性別 就是我 要以什麼樣的姿態活在這個社會 這叫Gender 這叫性別 但Sex是生物的性別 可是我們的社會 基本上還是用非常二元對立的方法 去看待什麼叫做性別 你不是生物的男性 不是生物的女性 所以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說 所有的規範呢 你都必須要遵循這樣子的根源 來加以規劃 所以我們的警察的 警察機構的發言 會可以大大的說明說 這個男警察呢 他今天留場法呢 不符合一個男性應該有的整潔規範 因為他這樣的論斷 是從他基本的性別框架出發的 男人長這個樣子 女人長這個樣子 他這樣心中沒有什麼第三的性格 或中間的可能性完全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會直接推到說 那今天你既然是生物的男性 你就會比較像生物的男性的樣子 那你今天等於是 就是排除掉不同的性別 在這個社會上 我覺得他侵犯的是 機會平等的原則 因為這些是公共職務 公共職務 警察這個公共職務 他應該可以 對所有人同樣的開放 我們所有人是指 不同的種族宗教 來包含性別認同的人才對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問題上 很明顯的警察機關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講 他侵犯的是平等學 而且如果 Jones的政治自由主義 是從機會平等學 他等於排除了第三性 或其他的性別認同的人 同樣可以進入公職服務的可能性 或許在警察機關裡面 我覺得 我會從這樣的角度去論證 為什麼這樣的做法是不正當的 好 我先簡單說 關於性別的話 我先簡單說到這邊 那我進一步去談 另外一個題目 叫分配的問題 而且分配相對是比較簡單好談的議題 因為我們現在 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而政治自由主義怎麼去看分配的問題 我覺得政治自由主義會區分兩個不同層次的分配階段 第一個是初階的分配 也就是我們在市場競爭當中得到的經濟果實 那是第一次的分配 基本上政治自由主義不會去干預你的市場競爭 前提是你要遵守自成規則 不像台湾目前很多企業家基本上是回避規範 甚至專法律漏洞 或者前提是大家都遵守規範 或者一個恰當的規範之下 我們應該放任 請同許多這個資歷 應該前提是大家遵守遊戲規則 沒有專法律漏洞的時候 我們應該放任 我們在市場機制裡面自由競爭 這是政治自由主義會主張的 第一階段的分配 市場機制 我們不試圖取代市場機制 或取消市場機制 可是分配完之後一定會有制度上的輸家 這時候我們要思考的是再分配的問題 所以這次自由主義者會思考 有第一階的分配 那是市場的分配 以及第二階的叫做再分配 那再分配怎麼分配呢 就是透過稅收的方式 我們要採取一個更高的累進稅 一個人在市場獲得更多的利潤 他每獲到任何利潤 因為都必須要付出相對應的稅收 這個稅付的責任 那台灣很明顯的 在再分配的過程是出問題 先不用講再分配過程 本身就有內建的問題 很多人規規規則了 更不用講再分配的過程 會產生更大的免區 所以台灣這二十年來的 所謂的差距的極度的惡化 其實很多部分是來自於 再分配的過程根本就出現問題 例如說過去資本利的不用繳稅 可真正賺錢的東西都是資本利的 炒股票買賣土地 賺最多錢錢 但是繳不到什麼稅 但是我們最辛苦的 每天打卡上下班 你一毛錢都逃不掉 你要繳得稅 基本上只刻到這些 老老實實上班族都會繳稅 那很多地下經濟 例如說很多賺錢的 很多地下經濟 例如說攤販 很多人其實都會繳稅 或者很多台灣的各行各業 很多都會回避開發票 這都是逃稅的行為 可真正倒楣的就是這一群 真正的領月薪的上班族 一毛錢都逃不掉 那在分配的過程當中 自由主義怎麼看待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採取高額的累進稅 把有錢人的那邊 來划分大筆的稅收 用來補貼這個制度上的書家 這個制度的書家 包含說我們要提供 起碼的社會福利 以及我們要提供良好的義務教育 讓每一個人 不管你的出身所得 你都可以得到 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 這是個再分配的過程 如果再分配的過程 我們可以確保 起碼我們的階級問題不會適時 因為年輕一代 他永遠可以受教育 他可以各憑本事的競爭 然後甚至有一天他成功了 他如果有社會 他賺錢 他可以繳更多的稅收 更多的稅付 可是台灣的問題 是在於我們的 債分配過程當大陸 我舉個簡單例子 我們今天如何去理解 一個國家的財富的 債分配的狀況 到底理不理想 我們看這個 我們的稅負負擔率就知道了 所謂的稅負負擔率指的是 分母就是GDP 很簡單 GDP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國家一整年賺的錢 簡單來說 這個國家一整年賺的錢叫GDP 國內生產毛額 所以你的GDP總額越高 代表國家經濟體越強 分母是GDP 這個國家一整年賺多少錢是GDP 分母是GDP 分子是什麼呢 就政府實際 科進來的稅 是分子 你科的稅 除以國家一整年的賺的錢 GDP就是所謂的 負稅負擔率 負稅負擔率 如果你的負稅負擔率越高 代表這個國家的財富成分 會越好 因為賺的錢很高的 都回饋到政府 在提供新的資本結構的建設 所以代表你的分配 你是越平等的一個社會 那我給各位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一般都很羨慕說 北歐三國 多麼這麼好的社會福利 以挪威為例 他們的負稅負擔率接近五成 代表一個有錢人如果賺了十塊錢 他五成要繳稅 他負稅負擔率非常高 所以他們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共的支出 這個教育環境啊 監獄也都是實際上最一流的 我自己看一個報導 一年前看《紐約時報》這個報導 美國人就特別好奇說 紐約這個挪威人的監獄長什麼樣子 他跑去報導 然後拍出很多照片 你看到照片 你就嚇一看 這是什麼度假中心 是不是 每一個人的房間 都是獨立的套房 然後這個view都做得非常漂亮 那美國人 連美國人都很驚訝 說這是監獄嗎 因為他們花了非常多錢 在做這些公共建設 所以就算你今天去坐牢 也會用非常人化的方法來對待你 因為他們的國家很有錢 他會用龐大的公共支出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因為稅繳的很多嘛 有五成的繳稅 那台灣繳的稅多少呢 我們的負稅負擔率幾乎是全球最低的 最低你可以說想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是最低的 但我們跟他差不了太多 美國大概27%吧 美國27% 然後日本跟韓國大概是27左右 三成27左右 所以他們會有不錯的公共建設 所以我們非常羨慕說 日本人為什麼道路都是比我們平整 這個道路好像跟我們的撞球台一樣的平整 因為他們公共支出夠多 那我們的公共支出很低 我們這個付稅負擔率很低 這代表每年政府收的稅很低 大概只有12%而已 在全世界的國家當中 基本上是最後的後段班 我們繳稅是非常非常的低 而繳這麼低的稅 資本家一定會說非常好 非常好 這樣子我們有競爭力 因為我們今天賺了那麼多錢 我們少繳一點稅 那今天省下錢要幹嘛呢 我們再投資 所以我們會更有競爭力 那全都是騙人 我們資本家這個錢 再投資投資什麼 投資房地產 把這個房價越早越高 它並沒有再投資 所以產業並沒有升級 也那麼快速 這個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人性 而這樣這麼低的 負稅負擔率的結果 它傷害的不只是我們這個世代 它傷害其實後來的 越來越多的世代 因為年輕人必須要忍受 未來的世代 他們接受品質比人家更糟糕的 基本建設更糟糕的醫護教育 那有錢人呢 拼命把孩子送到私立大學 雙語學校 甚至全英語學校 那個學費跟出國留學差不多 他們可以砸大錢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但是沒有錢的普羅大眾 你孩子是受越來越糟糕 而且越來越劣化的醫護教育 這是台灣目前的處境 所以如果這樣的情形 逐漸放大的話 這次自由主義的觀點是什麼呢 就是對社會越來越不平等 它最後會讓我們這個鐵三角 友愛平等自由之間的黏著 而就破裂了 當建議平等 烈化到這種狀態的時候 我們的這次共同平 不可能重續下去 我們就會產生內在的衝突 甚至最後導致革命 像以前的很多的狀況 就是社會經濟條件越糟糕 人們才會革命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是我對分配問題的 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應該追求更有 分配正義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應該追求更高額的累進稅值 為什麼我們應該追求一個 對於資本利益的 對於有些土地交易的所得 應該科更高的稅的一個制度 這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會主張的 所以政治自由主義者 並不是一種非常保守反動的立場 他確實跟很多中間偏左的立場 是可以合作的 或者是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 接著我要看一個 比較少被歸類在平等議題上的 集體記憶 我一開場的時候都說了 台灣今年或者從去年開始 就是紛紛搖搖就是我們歷史課綱的問題 歷史課綱的問題 應該把它放在什麼樣的層次去理解 如果是從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 我會把它放在對第一個 自由原則的侵害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 如果獨尊某一套的史觀 跟歷史記憶的話 它產生的外異效果是什麼 就是對於其他的族群 產生某種的壓抑的效果 或排擠的效果 因為如果這是為了主流的歷史 我身為少數族群或其他的族群 我會覺得我自己是次等公民 你們才是天龍人 我們都是賤人 只有照你們這樣歷史史觀的人 才是一個被尊重的族群 它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而它漸漸的我的觀點是這樣 它也是一種迂迴的方式 慢慢會影響到這些少數族群 在政治領域或公領域上的競爭的機會 它會使得這個少數族群的權益 慢慢地被犧牲掉 因為他們身為次等的族群 對於這個公共領域的發言權 發言權慢慢地被排除在外 它會產生這樣的排擠效果 所以我覺得在集體記憶的面向上 我們不應該獨尊某一種記憶 所以如果我們非得要歷史客當的這種東西的話 它必須要呈現的一定是一個多元的史觀 而這種多元的史觀 絕對不是嘴巴講的 或者不能夠被統合在一個大的歷史史觀 大一同的史觀裡面 什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種概念之下 我們應該是很具體很真實地呈現 這個土地上有很多不同的脈絡之下的族群 每一個族群都有它光榮的歷史 都不應該被污名化 比如說你今天是台灣經歷過日治時代的族群 你不應該被貼標籤叫做黃明 或者把黃明當成一個負面的標籤 因為它是個真實發生的過程 真實發生的過程 我們應該要尊重每一個脈絡之下族群的歷史觀 如果你獨尊其中一個 其實侵害的是其他的族群的平等 而這個平等最後會影響到政治自由 所以各位在過去的從白色的恐怖一直到現在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細說這個細部的內容 所以我今天試著用這幾個例子來說明 一個政治自由主義會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所以它不是一種保守反動的政治主張 而也能夠從一個更後設更紮實的哲學原理 去支援這些我們在推動的社會改革 那我先說到這邊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教授 那這個非常的 事實上是蠻年前一代的 八成哥羅斯的理會很快的講話 所以你們能夠拿來探討我們現在台灣的主張的議題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放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不過呢在大家問問題之前可以讓我先問個問題嗎? 主持人的特權不平衡 不平衡 只是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因為其實剛剛一開始 吳老師你就自己就先自我揭露 你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 然後我覺得後面很多討論 大家等一下可以在 大家等一下可以在 剛剛講過的一切等一下可以在問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可能是沒有機會多講的 可是我覺得可能跟你的立場有關 就是說你中間說到說我們一個共同體的價值 基本上在兩關之間 比如說自由跟平等之間 你就幾百年來 事實上就是自己帶到現在的政治思想的討論 都在這個東西上面 那可是呢就算是到現在 事實上有一些共同體 它的基礎可能也不在這兩個東西上面 有的共同體它要的價值很可能是 好比說穩定、和平 或者像好比說ISIS 大家應該都知道嗎? 巴黎恐龍之後 它們要的價值可能是神聖 我想不到更好的名字 我不知道那個可能是神聖 因為它是有東西叫背景 那或者可能富強 這些都比較可能是大家會 可以更容易在真實的生活中的共同體裡面 聽到的我們這個共同體的這樣子 那所以作為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為什麼自由會是一個最優先的價值 好我簡單來說明一下 這種政治共同體的觀點是怎麼樣 比較接近如果是講良緒社會 就是它是有政治困定度 而且在正義的立場上是可以被辯護的主張力 那可是它不否認 所以其他的社會不是這樣提醒的狀況 例如說各樣的中國 雖然他們現在普遍 社會主義的基本核心價值 自由、平等、正義都在裡面 OK 那我們知道它的最高價值其實是和諧 維持表象的穩定 所以穩定壓倒的切 和諧壓倒的切 可是這樣子的狀態不可能是永續的 那樣的穩定的狀態不是來自於 所有的共同體成為忠心的信奉 我們這社會的基本核心價值 而是來自於某種高壓的統治 暫時維持的穩定狀態 那或者我們回到所謂的比較基本 一個比較伊斯蘭基本教育的社會 其實其他的宗教都一樣 假設這個宗教是一個性別歧視的宗教 它基本上是續分說 例如說這個先生是太太的頭 OK 所以要接受青春的指導 或者女性要但願殺 這種基本性別歧視的社會 那諾爾斯或者一個真正自由主義 就會想說 這是理性的立場上 我們可以接受的一種好的社會 要幫我們 我們當然不能從現狀出發 因為我們都有性別身份戰爭 不管是哪種性別的認同 所以男性一定會選擇對自己性別有利的社會 女性會選擇對自己性別有利的社會 可是如果我們先剝除掉這些知識 這些資訊 我們真的設身處地 設想在諾爾斯 他所構思的這種無知之目後面 我們如果部門一打開 我們上去會發現 沒有我是被歧視的性別 那理性的其實無法接受 而我們會接受是因為 我們在現狀我們已經接受我們身為這樣的身份 我們會選擇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條件 這是一種非常不理性 應該是一個現實上的理性 當然在哲學上是不理性的行為 我們直接這樣講的理性是 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 那才叫合乎與心 那如果是這樣講 我這邊說 這些三個價值 是一個理性的人會接受的 但其他的狀態會定時 或舉例來講 很多人會講的另外一個基本價值叫和平 對不對 像我們的馬總統其實說實話 他一定要把和平掛在嘴巴 好像在他心目中 台灣存在的最高價值就是要和平 但是很少人把和平當基本價值 應該把和平當成結果成根 你一個社會尊重自由尊重平等 有友愛的概念 你自然是一個和平的社會 你不應該顛倒把和平當基本價值 那你會結果是 為了表相的和平 會犧牲何多基本價值 這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的 無法接受的狀況 好 謝謝 那我想現在時間就開放給大家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或者有任何進一步的想法 或者覺得剛剛有某些地方 可能論述上有要回擊或反應了 我想老師應該都很願意接受 所以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好不好 有沒有誰想這邊提出來的 好 一位 第二位 第二位 好 那是 第二位 好 那個先佳恩先吧 我想跟吳老師去認一下 用來處理那個 集體記憶跟同性婚姻的解決方案 在我理解裡面的解決方案是說 集體記憶跟同性婚姻的問題是在於說 目前或者傳統上既定的處理方式 會加劇或是允許社會上面歧視的存在 而歧視會排擠到少數族群 或是新少數的某些自由上面的基本權利 所以它違反同等自由原則 第一步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步聽起來又很像是 因為這些歧視會同時使得這些人 在政治上面沒有辦法平等的 跟其他人追求公職或是官職 因此它也會侵犯機會平等原則 是這樣子嗎 我只要確定理解這麼正確的理念 就是說 這個理論 要在實際在台灣要落實的話 要怎麼樣落實 有沒有已經成功的案例 譬如說 現在比如說我們在實際做政策 有這個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公聽會 那大家就會邀請各方人士來 可是各方人士他並沒有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 說出他的要望 他們比較是在立即的方法 來說出他的要望 那我們的角色是收集了大家的意見 可是我們又不可以判定誰的比較好或是 因為他總是有 就是大家的意見都要所歸納 那可是其實沒有交集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可是有沒有可以真的實際操作會成功的例子 不然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辦法往前進 補充一下 因為這其實也是我剛剛本來想問的問題 就是在制度設計上 事實上 如果要到了立法的層次的話 事實上不是其實很難的 事實上比較存在的是各幫 事實上就是有利益團體有 所以這個特別是在美國 如果是美國人 那這個才是他們民主運作真實的狀況 所以如果是這套做法 後來關於他的應用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也是我剛剛想問的問題 但還有沒有人要提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先這樣我們再一輪 好 那我再補充一下大家的提問 我再看清楚的講 那種譬如說在集體記憶上的少數或性少數 其實都是從少數的處境 或者弱勢的處境 其實在台灣譬如說 台灣講比男女的其實在人數上是多數 很可能在過去的時候 是在集體記憶上的弱勢的角色 這不一定是人數上的 那性少數 集體記憶上的弱勢或少數 它產生的效果是什麼 我應該用這個字眼 它產生一種精深的效果 因為你今天發現你自己 從小到大的教育的處境 把自己的族群身分 界定為所謂的核心史觀中的邊垂 這時候你會對於自己的族群身分 會產生某種的一種羞恥感 或者你的尊嚴感的降低 你絕對過去你在義務教育裡 不能夠講台語 不能講客交 不能講原住民語 所謂的方言就不能說 當你今天原本在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母語是講這些所謂的方言 所謂的方言的時候 你很自然的 你覺得我說明 哪有說客交 說原住民 我是很有驕傲的事 這是我父母親講的語言 很正常 可是當你今天受教育的時候 你發現你是少數 或者你不被允許說這些語言 它產生的就是 你會對自己的族群身分 或族群文化或語言使用 產生很精深的效果 讓你不敢凸顯自己的 某些族群的面向 很自然的你就接受 所謂的主流的集體記憶 那這樣的狀態之下呢 會產生很多 例如說 很多人在公領域 他就不會公 他就 他就會被迫接受別的 例如說 像我是米男人 從小就被訓練要講一個 自正群語的國語 那你會覺得 我如果講話帶一點米男女群 那過去大家說 很台對不對 很台 你就覺得你inferior 你是弱勢 你是次於其他 講得非常burban的國語的人 OK 那你在公領域的 禁足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一種 間接的精深的效果 就是你意見慢慢的 我被聽見 你也不敢用這樣的方法 去呈現這些主張 雙族群的 在這次自由上 不同程度的發展 不同程度的發展 同樣性少數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這時候 在家庭制度上 一男一女 才叫做合法的革命 那我今天是同志 我是在婚姻之外 然後我跟我的partner之間 共贏我們的生活關係 而我會產生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是被排除的小數 我在公領域我會精深 就像過去 我舉已經公開出櫃的人就好了 蔡康倫已經公開出櫃 她是被李瑤被迫出櫃的 因為李瑤說 你到底是不是gay 蔡康倫說 對 我是 我是gay 她是十年前才出櫃 被李瑤逼問 在節目上很粗暴的工人逼問 那事後 蔡康倫說 她這樣被問 她也很錯愣 因為她不想說謊 因為李瑤也知道她是gay 她還會說 欸 你到底是不是gay 假的 你假的 我是gay 然後我是gay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落實在具體政策 該怎麼做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可以採取很清楚的立場 就是我們應該追求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我們應該追求更多元的性別的認同的可能 尤其在公務的體系裡面 起碼每個人應該可以自由的選擇 自己的性別認同 沒有道理說 男人最近要留短髮 沒有這個道理 因為你只有男女的框架 應該允許多元的性別 可以存在我們的公職體系裡面 然後在GPG 你應該要追求一個更多元 真正平等的歷史客單 然後在分配的問題 應該追求一個更高額的累計稅 累進稅率 或者追求更高的資本稅率 或者土地交易的所得稅 應該追求這樣的結論 所以如果你要問說該怎麼做 我們只是說 那我們就設法做很多的政策 去推動這樣的主張的弱勢 那我們今天談的 基本還是從比較後涉的理性的歷程 所以如果你遇到 是一個願意跟你理性討論的 我不排除這時候真的有很多理性的人 他的主張跟你不一樣 你可以試著用這種理性的語言去跟他說服 如果他理性上可以接受你的前面的推論 那他就有理由要接受你的結論 所以我把它當作是一個比較理性的說服你的方式 但是我必須承認 在真正社會改變的過程當中 極度不是理性的力量 而是群眾的情緒的張力 所以當我們今天說服夠多的群眾 而且他們採取非常強烈的歷程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沒那個時間一個一個去說服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拒絕被說服 或者根本拒絕被討論 這時候你就用更大的什麼聲量 壓過另外一種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這樣的聲量的壓制是 在哲學理論上 在理性上是站得住一條 只是有的人他不願意接受 面對不願意理性跟我們討論 或接受我們的 因為不一定要接受我們的結論 不願意跟我們理性討論的人 其實我們無法期待太多 我們只是說 那我們就不願意 我們只是說 我們就用群眾的壓力 我不反對這樣的事情 好 謝謝 那有沒有其他想要提出來的問題 或者補充的問題 那又是佳安 但是 好 就先從後面過來好嗎 佳安你看看後面先 只會請教一下吳教授 就是說 漢字的這個平等 你的意思是等同拉丁文字的一塊 我個人是理解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問題 有一個漢字可能會比較適合 就是 劇集的劇 那 在一個 共生的社會 尤其現在在講所謂的 這個 共有環境的 這個 這個生物鏈的概念裡面 我今天 到了一個果園 我被限制說 因為 這個果園有主 我不能夠 因為 我要解渴而去摘 他的果子下來吃 但是我又眼睜睜的看著 一隻飛鳥 停在那個果實上 一口一口的啃 那 我在一個共生的 共生的概念裡面 如果說 我是 這一塊土地 上的一個 聚集的 一個概念 當天下下來的水 被這些果樹給吃了 那 那 為什麼 這些果樹能夠吃 天下 掉下來的水 我不能夠吃 所以你這是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 在一個這樣子的 要 以一個所謂的共生體 如果你是一個群居 的概念的時候 那 在這一個 所謂的 可不可得 這一件事情 應該要從這個角度 先去看 為什麼你可以得 我不能夠得 那 這樣子的概念底下 它不是一個 完全水平式的 階級式的一種所謂的平衡的概念 我是說 從這樣子的一個 概念去理解的話 我不曉得一口 那你以為 是不是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生物共農 共農圈裡面的一個 概念裡面去 探討說 為什麼 這個東西 屬誰可得 而誰不可得 而要活在一起 好 謝謝 所以是一個 其實也是有一些 可以回應的地方 那佳恩剛剛 是不是也要再 追問 我想問一下 吳老師 在你的說法裡面 目前的婚姻法 跟歷史特康 之所以 會違反 統整自由原則 是因為它導致 社會上的某些人 被歧視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否代表你認為 不被歧視 是人的 一種基本權利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是否會使得 政府變得 有責任要去懲罰 像是 歧視言論 或是仇恨言論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個平等 當然你可以講說 誰的平等 你進入誰的平等 我正講就是 人的平等 你可以進入推到 最偉大的眾生平等 那可是我今天是在一個 政治哲學的框架裡面 它是一個政治概念 我們指的是什麼 而不包含其他的 所以 不包含 動物權利的概念 目前沒有含到動物權利 然後你可以說 這個平等 這個我們 跟我們家裡的寵物 是有夥伴關係啊 那是同心 我會導致的受教 他在打串 OK 對 他是偉珍愛聯盟 偉不加盟 OK 好 所以我今天講的平等 是指一種政治概念 就是人的平等 所以不包含其他的步驟 那更偉大的我們會說 那我為什麼會把 動物放進去 像這個 這個 澳洲的哲學家 Tinter Singer 那應該把動物人拿進去啊 動物有權利 不只有人有權利 動物有權利 OK 因為你今天把設定說 權利只有人有 只有你把權利的基準 設定在 擁有理性的生物 才有權利 可是他把那個 權利的門檻下降 就是 你只要感受 痛苦的能力 就是你的權利 所以照這個標準來講 這樣我們這個 共同體育應該不只是人 你家裡的狗啊貓啊 這些家庭的寵物 全都是 或者是農場裡的年華堂 全都是 共同體的成立 但是 這樣的主張太強烈了 它不一定可以獲得 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的 這張熱神的一個概念 叫交疊的共識 所以交疊的共識 基本上就是 你的主張 跟我的主張之間呢 會一定百分之百相同 但是我們多多少 會有重疊 或交疊的部分 而這個交疊的部分 就可以成為 我們共同的 行動的指導方針 那我不覺得 這麼強烈的動物 平權的概念 可以獲得 你這時候 普遍的交疊共識 它可能通過不了 這個檢驗 我們可以接受什麼 我們起碼可以接受 每個人 起碼都要有權利啊 每個人都可以緊急做 我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 這是可以被交疊共識 被正成的一種主張 但是如果更強烈的 萬物平等 眾生平等 就不一定 會經過這樣的檢驗 它會成為一種 宗教性的主張 不一定會 大家會接受 然後 加恩的進一步的問題 就是 那我們應該管制 歧視性的言論 歧視性的言論 當然 如果是會同意 或者真是自由主義 會同意 我們要管制歧視性的言論 但是 如果要論歧視性的言論 我們講歧視性的言論 或集體記憶權等等 這些東西 它都是迂迴的 從同等的自由原則當中 去推論出來 它不是那麼不政治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今天 集體記憶權 跟政治自由有什麼關係 這東西感覺 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把中間的連貫性 論述出來 對 你今天有獨尊某一種基底記憶 你會排除其他的族群 間接影響這些族群 在政治公共領域發援的機會上 影響他們政治進逐的機會 所以它可以連得起來 所以我也同意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可以繼續說 那歧視的言論 我們必須這樣講 那個歧視的言論 針對的是某種 比較有顯著性的身分 例如說性別的歧視 或者說種族的歧視 它確實會影響到你在公領域的發言群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歧視都是有那麼嚴重的問題 例如說 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 宅男是一種歧視性的字 對某些人的宅男不是 它也可以當作自我標榜的身分 所以如果覺得說你是宅男 它不一定造成你在公領域的精深的效果 像我們的 對不起 每次都講到馬總統 馬總統 很多人說他是個宅男對不對 因為他令不出總統法 他只宅在他的總統府裡面 他有辦法 OK 我不會說這樣是一種歧視 它不會造成那樣的 那麼強烈的精深的效果 但是如果也會產生很強烈的精深效果 讓這個人的人群 讓他覺得說 我是個刺本人的狀態的時候 讓我們很明顯說 他只會擺這些正義的原則 這個歧視一定要夠強 被社會的多數人認可說 這樣的歧視的身分 他帶來某種的污名 那這樣的歧視就必須要被管制了 我們從來這樣的關鍵 好 那一位 清凱 還有這一位 好 那就你們三位 清凱先按這個順序過來 好 謝謝 因為我剛聽到豐瑋講的其實是 我覺得他非常清楚的講出一些概念 那我想說也是回到剛剛講的 關於規範性的問題 因為 在好像在談的時候是認為立足點平等 跟機會平等都是規範性 然後比如說後來你也提到 在這個立足點平等的時候 或者機會平等受到傷害 或者受到侵害的話 反而會讓政治共同體沒有辦法繼續運作下去 比如說產生某些階級的世襲 或者階級複製的狀況 會導致共同體的瓦解 那感覺像好像是說 共同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基礎 那在某個方面的時候 你又提到說國家的存在是必須要保護 讓每個人都自由 在這個領域 那我現在想想問他說 這個規範性的概念 其實隱含了某一種工具性 就好像它不是完全就是說 這個就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有一個禁令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剛剛提到交疊共識的時候 那個交疊共識是不是具有某種規範性 因為我們在談交疊共識的時候 很容易比如說我們會進到具體的討論協商 我們要有共識我們才可以一起做 那等於說在這個共識裡面呢 本身就是一種妥協性的 所以它有沒有辦法在這個交疊共識裡面 還可以保持某一種規範性 而不會在政治實務上的妥協掉 把原本的規範跟理想性 或者是在物資之母之前討論過的東西 在交疊共識的過程中被犧牲掉 好 以上 好 謝謝 我先回答這問題 好 因為我記憶很長 對不起 我每次跟他講說我記憶很長 你有沒有相信 這個 我只能記得住國際性的東西 我可以背很長的文章 只要到國際的文章 但很多東西我記不起 所以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 我不是說你的問題沒有回歧 沒有回歧 沒有回歧 因為很多人問的問題其實會跳躍 為什麼都記不住 好 然後我先回答親凱人說的問題 然後這個 這個 規範性這樣聽起來工具性對不對 好像是如此 但我不這樣看待 我只先設定我們的human condition 我們的人類的處境或人類的條件 就是我們一定要活在政治共同體裡面 這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所有的human condition 因為已經沒有別的地方讓你去 你一定是活在某種群體裡面 而你今天 所以前提是 如果我們活在群體生活裡面 你就有理由去追尋這些價值 或遵循這些價值 所以 除非你今天把這個條件事 這個拿掉 就是假設一天 人類的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一 我們每個人可以割地為王 我們不一定要跟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覺得自由平等有什麼規範性 假設我今天是五邊訓 我不覺得自由平等有什麼意義 一等一的 前提是我們一定要活在政治共同體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 這樣的規範性 你會忘記 第二個是教練公式 教練公式 教練公式到底有規範性 教練公式其實是一種事實上的妥協的結果 所以 我也說 規範性會有強跟弱的信仰 這種規範性是比較弱的 我所謂弱的是 會因為不同的社會跟歷史的條件之下 可能會改變 所以如果你說 2500年前的雅典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交諜共識 可能他們的正義原則 就跟我們這個時代會不一樣 他會因為不同的歷史的條件 我們會協商出一套不一樣的交諜共識 但是不會一直說 一直是相對主義 就沒有規範性 還是有規範性 對於我們此時此地的人 他具有規範性 但是呢 如果是你講的這種規範性 他更為強一點點就是 他是所有的理性人都會同意的 也就是基本上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 他覺得如果是一群人要共謀生活 要一起活在一個社會之下 理性上你就會接受 不管現在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 你理性上都應該接受 那只不過2500年前的希臘人 他不知道這些理論 如果他們真的理性的思考 重重的討論之後 他們或許可以接受 專門是這樣的一種 理想射愛的射擊 所以 可是這種強度的規範性 是羅爾斯最可以批評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不覺得 我有這樣的理性 例如說在台灣最猴的 Michael Sandler說 我哪有這種理性 誰的理性 是白種男人的理性 還是哪一種文化下的理性 而是你們自己的觀點 我們不一定有這樣的理性 所以羅爾斯才會緩期 他才會轉向 就是他開始講這個概念 叫交疊共識 他稍微妥協一點點 他認為我們追求的是 這種比較弱的規範性 可是這種弱的規範性 還是可以支持這幾個正義的原則 我先簡單回答到這邊 好 謝謝 那剛剛另外位置變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分配上的問題 那比如說我跟很多企業的老闆 可能都是在同一個政治共同地裡面 但是他 比如說我們去管制說 企業他 該繳多少稅 我們就不能讓他把稅繳出來 那時候很多的管制的考量 可能是說成本利益 或是貢獻上的考量 那這個可能就是跟那個 你看國外自由的三角形 不一樣 也就是說 我好奇的是說 這邊有沒有一個 城市上的不同的問題 他做為一個企業體的時候 跟做為客人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沒辦法把那個三角形 套在企業上 大概是有問題 OK 好 這個 當然 我們落實到個體的層次 其實我們 絕對不會想要這麼抽象的 哲學概念或價值觀 其實我自己也不會這樣想 我們已經是 從我們已知的常識上 我們接受的 道德的解決 你比如說 我覺得我有納稅的義務 但如果你最後 為什麼有納稅的義務 那我就回推回去 說 因為我們活在政治共同體 然後我會逐步的往上 推到一個更抽象的價值 但在這場生活 其實我們不會 我們是 我們是 已經遵循這個社會 已經被辯論過的基民共識 你應該有納稅服 跟納的義務 你應該要尊重 你應該要守法 但是我們不會直接 跳到那麼高層次的 所以這個政治哲學 就是一種思想的準備 讓你從一個更厚實的角度 去反思到底 我們應不應該追求的 這樣的社會的樣貌 所以當你確定 這些最高的理理 都已經確保下來之後 你可以逐步的 落實到我們具體的生活 和相關 所以一個企業老闆 他規定一個 一口氣挑 你剛剛講說 你要有愛、自由、平等 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但如果說 你有納稅的義務 他在理解 或者你應該有 不剝削勞工的義務 根據我的勞機法 或者工時是多少 根據我的基本心思 你還可以有多少錢 他聽得懂 他其他人都聽不懂 我先請大家回答 好 謝謝 第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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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說 就是在台灣 目前就是 就是 就是同性戀 同性婚姻這個問題 是屬於一個比較 比較熱的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為什麼 剛才是這 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 男女平等的時候 剛才是這一個問題 它比較熱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比如說在我的家鄉,我們更說到男女,男女評論,我們更多的是去討論,就是男性和女性,他們由於自己的性別角色,在這方面,他們會不會限制他們的潛力,限制他們某一方面有力的發展。 就是比如說,我們會很多的去討論,就是為什麼男生一定要主張,女生一定要被動,或者是為什麼大家覺得女生一定就應該語文、英語好,而男生一定就應該物理、數學、化學好。 然後,我就想問一下,就是,但在台灣討論的就是比較多的是,就是女同性面的婚姻這個問題,就是跟台灣的這個,有沒有一些現實的聯繫,會導致這個問題變得比較活潤,而不是去討論其他方面的東西,謝謝。 謝謝,謝謝,有問題,就是,其他的女性主義是一個非常沒有準的意思,我只能說,其實很多重要的問題在過去二十年, 很多很偉大的女性主義運動的前輩已經逐步地在處理這些立體,例如說,民法裡面過去,是這個,原則上,這個財產制呢,就是夫妻離婚,這是歸形成的,但後來我們已經改變這個制度,就是,是共同財產制,就是離婚之後,各婚一半,所以對女性有誇張,或者過去,我們很多個民法的制度,已經有初步的, 改變,但是在制度上,但我們不是說,在現實生活,台灣的,男性跟女性之間的,不平等已經拉平,差距很遙遠,現狀還有所謂的,鴻工不同酬的象徵,也就是你的學歷相當,你的能力相當,你的職位一樣,可是,女性的平均性質,就是比不過男性,這是個明顯的歧視,或者在我們公共領域, 女性的政治人物的比例是偏低,但我只能說,在亞洲,其實台灣的性別平等已經是,做得比較好,因為我們很多,很強而有力的,女性主義的,運動的陣營,不斷在推動這些改變,所以,我不代表說,我認為說,男女不平等已經解決掉, 只是說,還是有同時的其他問題出現,我們對社會之間很同意,男女要平等,只是目前還沒有辦法,一時間立刻做到,但意識上已經可以接受,男女在各個面向應該要平等,起碼就年輕的一個人接受,但是在同性婚姻上,距離大家可以接受,或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中標性還很遙遠,所以,才在台灣特別提這個問題,當然,性如不平等,男女不平等也是一個人, 好,因為我們時間原本的規劃,是到九點半,所以,就剩下一點點時間,我就想,大家其他的問題可以等,活動結束之後,大家自己再來跟吳豐威老師討論,我們這裡結束後,也會開放,大家可以繼續在這裡討論、聊天,可以到過半夜都沒有關係,就要到我們看中,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先謝謝吳豐威老師,好,謝謝各位